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就在今天 國會這裡進行了全球威脅年度評估報告 就說美國現在面臨非常脆弱的世界秩序 當中直接點名了中國、俄羅斯跟伊朗 就是全球最大亂源 那中國不只意圖利用抖音干預美選 還可以利用軍事力量恫嚇周邊國家 開啟動更多發展,工師肯定可能會發展 更多艱末,產生產品更新建立 也很精明、相比特化,在台湾和西方的焰 中生產品的興趣 開啟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